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期这个前两朝的这个酒派突然间不见了 那这酒派去查一查看一瓶卖多少钱 因为当时我记得他在卖部区的时候 我们这个义渭西视察的时候 这个也跟他这个谈过你大概多少钱可以卖 哇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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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姓红啊 他很坚持的一瓶就是要一百三 那你帮忙查查看有没有卖到一百三 其实很多东西都应该去追究啦 不能这样不了了之啦好不好 要不然大概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就换 海上常有这个前名应该叫抢摊耀罗湾吧 前名是他的前身名字啦 我们一直来的名字是西门海上常用 然后目标过去是抢摊耀罗湾 对对对这个这个名字比较比较好像 比较为人所那个接受啦 是不是啊你现在说今年要移到略宇去 东刚嘛是不是啊其实的话喔 也是建议啦 这个抢摊耀罗湾喔 这个是有有故事有内景的 而且那个在这几年齁 在二十年齁也相当热烈的那个 很多泳客都很热烈的回忆 就像那个蓝头啊 有个那个永度日月潭 是一样的道理 你今年把它移到那个略宇去 没有关系 今年因为是我们那个金门大桥通车了 应该可以 但是你如果说像那个包装杂志所讲的 把它迁到那边去移到那边去 这对我们政府政来讲的话 清何以堪啊 好 参与议员喔 其实我觉得很多国座的办理 其实在公布门的话 它是一个拓点 那正如我们金库镇喔 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是一个接续公布门 然后就是接续新政股 然后后续有相对工作 再接力办理 其实会让我们基本在内来 对用各项事在事上 或者是在公布的拓点上 它能够增加议员 而另外其他议员也对 针对其他的地方建设法规修正改善等等议题 也向相关单位提出咨询